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大盤今天是跌了30點 今天賣壓比較沉重一點 我們看一下 開盤就往下沙 在平盤下面做一個整理 今天是跌30點 我記得上個禮拜的禮拜四 當天大漲我跟大家提醒過了 當天大漲142點 那或許你會看到大漲 人都會這樣 看大漲很興奮 當你手邊沒有很多股票 看到旁邊有大漲 你會去亂追股票 有沒有 為什麼 不要因為行情大漲大跌 而失去了沿有的冷靜 對不對 禮拜四我跟你講 你不要亂買股票 失去沿有冷靜你亂買了股票 你買錯了就要繳學費了 不是盤漲就什麼股票都可以買 贏家是因為看懂個股趨勢 而去買而去做 不是因為大盤大漲大跌而非買不可 那如果因為禮拜四你非買不可 你今天可能就會受傷了對不對 來 大盤目前在這裡 639 但是個股差異化非常的大 像今天有的股票跌停了 那有股票中錯了 比如說宏達電今天又跌停板了 為什麼宏達電今天跌停板 高檔拉回已經60%了 從305算不從1300 如果1300就不得了跌90%了 305算下來已經跌60%了 有沒有市值蒸發1559億了 今天差一點把這12差一點又跌破了 那我們看為什麼宏達電 台灣曾經鼓王宏達電 為什麼跌成這個樣子來 去年EPS20.17了不起 但是第一季剩下一毛錢 哇 20.17的獲利 到第一季剩下一毛 第二季1塊5 所以前半年只有一塊6 之前報紙就登過了 第三季可能會虧損 可能會虧損2.75 把1塊6都賠光了 來 現在出來了 第三季真的出來了 不是2塊6是3.58 上半年賺1塊6 第三季賠3.58 哇 天啊 倒賠了 對不對 1塊6 3.58 倒賠快1塊錢了 今年宏達電可能很難賺錢 可能會虧損了 當然看到這個消息 今天宏達電跌停板 也不足為期 現在還有人更看壞宏達電了 為什麼看壞它 預估三年內會把所有現金都燒光 因為開始賠錢了 對公司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隱憂 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看到宏達電這樣跌 或許你有了宏達電 或許你在下跌過程裡面的反彈 去追宏達電 下跌過程會反彈很正常 跌是總是會反彈嘛 對不對 拉個紅棒 拉個漲停很正常 但是不要因為這個漲停去追 你所有看到紅去追 一定全無賠錢 為什麼張宏明 這幾個月都不會跟你講宏達電好 我都一直跟你講宏達電 你不要去碰 為什麼 哇 原來如此 來 特寫 你看高檔這麼多反壓 1 2 3 4 5 6 7 往下看 這不三線都轉空了嗎 所以你去買宏達電很簡單 肉包子打狗 你怎麼賠都不夠賠 所以很簡單的一件事 可是很多人把它搞得很複雜 有去攤品有去加碼有的買更多 本來套一張變五張變十張 心理非常的複雜 或許你之前曾經買過1000的宏達電 買過600宏達電 現在跌到100多塊你覺得很便宜 沒有錯 股價是很便宜 但是做股票不能跟買衣服一樣 1000塊的衣服賣你500當然便宜 1000塊的衣服賣你300當然便宜 但是1000塊的股票現在變300 你就要小心了 這可能公司有問題了 可能開始虧損了 這個時候股票不能買便宜的 你要記得齁 所以很簡單 張宏明為什麼知道不能買 第一關就不會過了 用股市智乎螺盤給他一看一下 第一關股神三線就過不了 那當然就不用講嘛 這還有什麼好講 這空頭格局嘛 所以這種股票張宏明不會去買 朋友第一關就過不了了 現在是這樣 以後我也不會買這種股票 再過10年20年 我還是不會買這種股票 但是你還是可能會買到 你現在買到宏達電 你明天要買到什麼空頭股票 我不知道 你下格一樣買到什麼空頭股票 我不知道 現在張宏明不會買這個 過去不會買 現在不會買 以後我還是不會買 你現在買錯了 過去買錯了 你這樣還是可能買錯 為什麼 或許你就差一個 好的工具來幫助你嘛 這明明告訴你是空頭格局 所以我一定會遵守這個機率 我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但是你可能會去買 這個可能就是你賠的 那或許你沒有賠到這一檔 那你賠別檔還不是一樣 那多空其實很簡單 一秒鐘搞定 這需要多久 這一秒鐘你就看得懂 這需要多久 一看就知道這空頭格局 不管把它實現回到好幾個月前 特寫 你看這什麼股票 這空頭格局啊 這什麼買 不很多賣出去 那很多反壓嗎 往下看 三線跌破了嗎 所以你不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我也不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如果你今天有股成系統 你不會犯這個錯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犯這個錯 很不應該 也很不值得 你這種錢是不應該賠的 可是你賠了 對不對 彩晶 有人說那我買了彩晶怎麼辦 你沒有買紅塔店 你買的彩晶 黏在這裡還不是一樣 請問你黏幾個月了 紅塔店你買錯了 賠了60% 好啦那彩晶 你沒有賠 可是你還是黏在這裡啊 你買多久 你可能買五個月還黏在這裡 那奇怪 我怎麼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因為我知道這種股票不能買 為什麼 上有賣出下有買進 上有賣出下有買進 這是什麼 上有賣出對不對 下有買進 這叫什麼盤整格局啊 所以這種股票我不會去買啊 你買也賺不到錢啊 財經就是這樣啊 對不對 那我們說上面很多賣出訊號的 高檔出現很多賣出訊號 這是股票要跌 連續賣出訊號出現就是要大跌了 來 特寫紅大店 有沒有看到很多賣出訊號 1 2 3 4 5 6 7 這股票要大跌你還去買 股成系統都我跟你講啊 這是我發明的 所以我會遵守這個紀律 所以我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但是你可能會 或許你現在沒有買紅大店 你沒有買財經 那你買成桶還不是一樣 懂意思嗎 那你買義龍店還不是一樣 你買大立光還是一樣 賺不到錢啊 為什麼 這空投格局啊 雖然很多股票你不應該去買 可是你買了 那你買錯了 這個學會就繳不完了 比如說你去買基因好了 禮拜三跌停板 禮拜四 禮拜四 五半 四號是禮拜五又跌停板 那我們看今天的基因多少 還是一樣啊跌停 沒有跌停 但是跌很深啊 來 今天又跌了3.1 差一點跌停 那我們看股企 已經跌了一大波了 這上個禮拜五的K線 已經來到這裡了 你之前可能看到掌停板很高興 這一段你可能沒有避開 已經很可憐了 在這邊你再買一次再追一次 又來了 你看又回到原點了 今天又跌3塊半又在下面了 明天可能就要破跌了 一樣啊 又跌了70幾%了 從這邊 這種股票 張宇敏不會去買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去買 或許你今天買的不是基因 那有一天又爆發一檔內線交易 那一檔股票不一定是基因 但是你可能還是買到了 內線交易出來了 當然剛開始不承認 最後承認了 認罪 承認了嘛 承認出來內線交易 要吐3000萬出來 要避免牢獄自災 但是大股東早就賣了亂七八糟了 你股票早就套在高點了 大股東早就開始賣了 對不對 5月21日就開始賣 6月5號 7月9號 8月22號就一直賣賣賣賣卣下來 那你可能到現在還不知道這股票 有狀況 你看到報紙已經來不及了 你看到報紙就是連續跌停了 這種歷史不斷不斷在發生 今天有基因 明天會是哪一檔我不知道 那之前有沒有 當然有啊 不然趙建民怎麼會被判刑 之前也是內線交易 你看到很多內線交易的資料 很多內線交易新聞 數都數不清 以前有 現在有 未來也會有 不會從今天開始都沒有內線交易的 那是不可能 我跟你講 那只是說他很倒楣 因為股東內訌被挖出來了 那事實上現在有沒有 還是可能有啊 萬年你買的股票又是這種情形 大股東早就賣了萬七八糟 那你又去接 或是你不曉得要跑 那就完了 72%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到面對檔下跌的股票 我們要探討什麼 你下次碰到這種股票 你能夠跑得開 你能逼得開 你不可能叫人家都不要內線交易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碰到這種情形 你能夠逼得開 如果有這個方法 你在股票市場才能夠安全無慮 你買起來你才會安心 不敢說每兩股票都會賺 至少你會小賠 你不會說一賠哇 72% 你所有賺的錢都賠光了 那用什麼方法 很簡單 用股市致富羅盤 第一關 股神三線 如果這一關都過不了 其他你就不用看了 先跑再說 同樣我們回到這張圖 來看股神系統的 致富羅盤 怎麼來看這一段 這一段 最高點212 跌到60 看到嗎 最高點就在這裡 來 你看到什麼 特寫你看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很多賣出去 然後出現 這什麼時候 往下看 一條線拉下來 四月中旬 五月在這裡嘛 四月中旬 四月在這裡有沒有 四月中旬就有了 再往上看看上來 有沒有 早就出現賣出訊號 一個 兩個 三個 你要等到 人家開始賣 等到爆新聞的 跌停版的 人家來跑嗎 爆新聞在這裡 跌停版的 來金融拉遠 你看差多遠 如果你能夠在這裡跑 在這裡跑 你放心 你不會傷到什麼 做股票不敢說每檔都贏 偶爾損失一點點 不會怎樣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樣一檔一賠七成 你就完了 你就連翻身的機會都沒了 從這邊 是不是這樣 所以想想看 你有沒有一個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 來幫助你 你有沒有股神系統的股神三線 來幫助你 那如果有 你會不會覺得你安全很多 有啊 的確安全很多啊 你不要等到 跌下來再來後悔 懂意思嗎 來 比如說 基因重挫 來 哎呦 基亞為什麼創新高 同一名 不是同一個基嗎 好像好朋友 基因破底 基亞創新高 今天216創新高 為什麼你買的不是基亞 你買的是基因 是不是很可惜 如果你今天買基亞 很開心啊 我們會員就是買基亞216 來 特別總統都有 供二基亞今天供上216 創波段性高 請續報續賺即可 創波段性高 代表所有買進都賺錢 就這樣子 是不是很開心 216 來 那你問什麼時候買 191 191到216 你自己算多少錢 不少了 對不對 230塊了 對不對 哇不錯 191今天到216了 那如果你這樣做股票 哇 一不小心就創新高 很棒耶 這不三線翻多嗎 對啊 頭這邊 如果有人跟你恭喜 創新高 很開心 你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做股票應該這樣 對不對 沒有每天漲 也沒有每天漲停板 但是不小心就創新高 開心 191就買了 今天216 哇216 對不對 創新高 當基因跌停板 重挫 他216創新高 公賀基亞216創新高 續報續賺即可 你做股票是不是希望 希望這樣 希望 可是你是不是沒有這個方法 或許你也跟錯人了 來 你希望在這裡買 希望啊 在這裡很低啊 很安全啊 對不對 很多買金需要在這裡啊 一波上去 今天到216了 有沒有 是不是很開心 急啊 我買的股票 說真的沒有每天漲停 很少啦 欸 漲停板有啦 不是很多 公賀漲停板賺21塊了 續報續賺 這段期間 張以民會員在做什麼 說真的沒有做什麼 啊 就等著賺錢而已啊 續報續賺嘛 有沒有每天漲停 沒有來特寫 有沒有 黑棒黑棒 上癮線 上癮線這麼長 重挫對不對 黑棒黑棒黑棒 反彈之後 黑棒黑棒黑棒 有沒有 反彈之後黑棒上癮線 所以你看這種格局 你會嚇得半死 你根本抱不住 你也買不住 你也留不住 但是張以民留得住 為什麼 你看到很多黑棒對不對 你嚇得半死 張以民沒有在看這個啦 不會因為紅而紅 因為黑而黑 懂意思嗎 一切什麼 一切眼見為平 就是古神系統 迷人跟神奇的地方 你看到很多黑棒 張以民都看不見 為什麼 我都看到紅棒 所以我都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都是紅棒 你再看一次 你看到是不是很多黑棒 你再看一次 是不是很多黑棒對不對 黑棒黑棒跌停 嚇得半死 張以民都沒看到黑棒 特性 我全部看到紅棒 有沒有 所以我就抱得住 真的創新高了 你看往下看 這三線沒有跌破啊 中間跌破是假跌破嘛 所以不會死啊 它是不是創新高了 所以做股票 這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你要一個正確方法 你才能夠抵抗 股價的一個波動 很多K線理論是不正確的 股神系統早就把它推翻了 那如果你看K線 你早就被洗掉了 你搞不好還放空 對不對 黑棒黑棒 上影線那麼長 長黑 早就把你嚇得半死 你怎麼可能抱到今天 可是張以民抱得住啊 為什麼抱得住 我看到都紅棒啊 我沒有看到黑棒啊 所以我當然抱得住啊 不要因為紅而紅 因為黑而黑 這是股神系統 神奇跟迷人的地方 當然你今天可能說 阿基亞那麼高 要買多塊 我們又買不起 買不起買便宜的啊 為什麼一定要買基亞 可以啊 買便宜的嘛 請問這是不是便宜的 二十幾塊而已啊 永光 來特選 請問它有沒有拉上來 脫離盤整區 一定要長紅或是跳空 長紅 可憐跳空有齁 上去今天又創新高了 27.4 今天是不是又創破斷新高 是不是三線販多 是不是 對齁來 普通貨也買的 永光今天供上27.4元 創破斷新高 代表所有人都賺錢 續爆續賺即可 有很困難嗎 不會啊 哪有什麼困難 就這樣而已啊 做完了嗎 好像還沒有 所以張以敏當然就繼續抱著啊 他會漲到哪裡 我不用預測 反正該出場賣出去 要出場出現我就出場 要不然賺很多很爽了 我就出場 現在我還沒有賺爽 所以我繼續抱著啊 幾塊錢買的 23買的 現在27.4 繼續抱著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三線販多格局沒有改變 續爆續賺 所以做股票有沒有很困難 真的是不會啦 只是你要有正確方法 來龍靈 喔 22.1眼是不是創破斷新高了 是不是三線販多 對齁來 普通貨也買了 工二龍靈今天工商22.1 創破斷新高 代表所有人都賺錢 續爆續賺即可 你先想看做股票是不是很困難 不會啊 為什麼我們都會賺錢 所以表示做股票一定要正確方法 我先跟你講過了 正確方法很簡單 用股市置物羅盤 第一關 股城三線先看有沒有及格 沒及格就不用講了 這及格的啦 懂意思嗎 這OK的這沒有錯的 所以你就抱得住 我的會員就抱得住 一切四個字 眼見為憑 懂意思嗎 你相信你所看到的 還是相信預測的 就像你去預測宏達店一樣 去年賺20塊 今天很多人預估 最少要18塊16塊 結果現在第三季虧損了 你當時預估15塊的 12塊的 你看今天是不是賠了一屁股 懂得沒有 做股票不要用預測 預測不一定會存喔 要用什麼 眼見為憑 你相信你所看到的 你才能抱得住 才能夠賺錢 所以做股票方法不困難 就這樣而已 當你把這個方法學會了 人生就變得很快樂很開心 有沒有道理 我們今天的廣告 再回到現場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關心您 大於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於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僅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清理窗 專利複了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 是3.5倍 有了鵝排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擔有 嘴氣聽 先用氣聽五分鐘 歡迎來到現場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 來核碩 訂單滿載 紮錢搶人 趕工出貨 哇不得了 要搶人因為沒有來做 訂單滿載沒有來生產不行 紮錢搶人 趕工出貨 這個現行股價應該漲翻天 核碩 哇應該漲翻天 哇怎麼這樣 這不是貼錯了吧 這應該不是核碩吧 怎麼可能 對不對 這應該是漲翻天才對啊 訂單滿載 雜錢搶人 趕工出貨 那股價應該漲翻天 怎麼變這樣呢 這貼錯了嗎 沒錯啊這核碩 為什麼這樣 頭這邊 怎麼沒有漲上去 怎麼跌成這樣 應該這一檔才對啊 對不對 應該這一檔叫核碩 訂單滿載 紮錢搶人 趕工出貨 應該這樣啊 股價應該這樣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變這樣 你是不是三毛 但是不管你有沒有搞清楚 你就是賠錢 如果你買這種股票 就是賠錢 答案很簡單 股價等一下你就是賠錢 那我們看股神系統 股神系統不會被人家拐了 你放心 來 核碩 天啊特寫 這早就出現賣出訊號 不要鬧了 這很久了喔 有沒有多久了 鏡頭拉遠 你看多久了 多久以前你告訴我 6月 結果你出現一大堆賣出訊號了 到現在 10月份了 這種股票 張一鳴絕對不會買 我的貨員也不會去買 不可能 要嘛就放空 懂意思嗎 這空頭格局啊 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你可能去買 你學會繳不完了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不要再相信那一新聞 那新聞對我們真的沒有幫助 我不騙你啦 來自請 哎呦創新高 對那為什麼自請會創新高 那如果你在低檔看得懂 你可以買 哇天啊 漲翻天了對不對 你這裡看得懂可以買 那這裡怎麼看得懂 這當然看不懂 這漲漲跌跌怎麼會有答案 骨神系統有耶 真的嗎 這裡喔注意看喔 你看這裡有什麼跡象 骨神系統 注意看喔 來看一下變魔術 咻變骨神系統 哎呦 這裡就是這裡喔 有沒有 這裡喔 這裡就是這裡 哎呦天啊 怎麼這麼多買進訊號 不多啦喔 15個買進訊號 有沒有 這裡就是這裡 鏡頭不用動有沒有 同樣位置喔 這裡就是這裡 看到了嗎 後來那漲上去的 哇天啊 為什麼 因為一大堆買進訊號出現 就是這裡啊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工具 你看差多少 你在這裡就看得懂啊 你就看得懂啊 對不對 那這裡看得懂要做什麼 這裡多少 19 就是19 請問19要做什麼 7月12號你要做什麼 當然要買啊 這還要講嗎 這個動作做了以後就不得了 為什麼 19 268 天啊 19到268有多少 你自己算 78塊 不得了喔 兩筆 我們19 191個買一次 155塊把它放到口袋了 輕輕鬆鬆放口袋 大家恭喜 張毅民只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買進 第二個賣出 有沒有在每天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沒有 如果你想要每天衝來衝去 你一定會被洗掉 懂意思嗎 你沒有那麼高的技巧留得住 你早就被洗掉了 張毅民只做兩個動作 買進賣出就這樣而已 155把它放口袋 這是總統會員 特別會員買一次賺76 放口袋 都要268出的 總統會員賺兩筆 特別會員賺一筆 當然如果兩個都參加 就賺三筆 231 請問有沒有很困難 兩個動作而已 買進賣出 中間有沒有很忙 哇每天很忙很緊張 衝來衝去 上個廁所就跌停 不會你放心 就這麼輕輕鬆鬆 這才叫做股票嘛 是不是 這才是你要的績效嘛 不是嗎 土地平 但是你今天可能不是做智勤 你可能去做核塑 做宏達電 完了做基因 完蛋了 土地平 很可惜 來想想看一個問題 你今天人在台北 你可能在高雄嘛 你又不是宋氣力 你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 對不對 你人在台北你就不可能在高雄 所以同樣的 你今天買的智勤 你就不可能去買核塑 你就不可能去買基因 你就不可能去買宏達電 這是一定的道理 因為你資金只有一套 當你會做對了 你就不會用錯的方式來做股票 是不是 土地平 當你有辦法有這種本事 做對的人想要犯錯很難 你知道嗎 你會不會買到像基因這種股票 買到像宏達電這種股票 跌六成的 很難 真的啦 為什麼 因為你有方法了嘛 你想要做對了以後 你想要再犯錯都很難 那反過來你做錯你想要變對 更難 你去買到自情的 哇了不起 你去買到宏達電 你去買到基因的 你去買到核塑的 賠死的 你去買到宏達電的人 你今天突然會找到一檔股票 標股 你不要做夢了 懂意思嗎 你做錯你想要做對更難 因為你沒有一個方法 懂意思嗎 當你有本事挑到自情 你就不可能去買宏達電 剛剛講過 你不可能同時出現兩個地方嘛 那有可能 所以當你今天有辦法 找到好的股票來買對了 你就不可能再去做這種錯誤的事嘛 你去買宏達電 天啊六成耶 你錢都賠光了 為什麼不會去買宏達電 這三線轉空怎麼可能去買 懂意思嗎 為什麼不會去買乘銅 一樣跌六成 為什麼 這空投格局怎麼可能去買 不可能啊 懂嗎 你早就要跑了 高檔這裡就要跑了 不是在今天才來講 對不對 為什麼不可能去買華碩 哪有可能還跌那麼深 對不對 這種股票空投格局啊 怎麼可能去買空投格局的股票 包含到這裡特寫 慢慢翻多 可是上檔還是一堆反例啊 所以它還是不會漲啊 懂意思嗎 早就轉空 在這裡就跟你講 有沒有 3月22日就跟你講 不要買了 你不可能去買玉龍店嘛 為什麼 你轉空嘛 很簡單嘛 你買的事情 就不會買到玉龍店嘛 這空投格局 你早就要跑了 有沒有 早就看得懂了嘛 時間的關係講不完 你會去買群創嗎 不可能嘛 為什麼 這空投格局啊 怎麼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到了這裡 還是一堆賣序呢 它還是漲不上去 兩條線也轉空啊 時間關係我講不完啊 到這邊喔 所以大家想想看 很多機會你把它喪失了 真的很可惜 這些錢 你都有可能賺到的 可是你沒有賺到的 非常的可惜 你可能沒有賺到自己 甚至賺到很多好的股票 會標的股票 當然你以為 只有會賺到一檔自己嗎 你放心股票上只要開門 有的就是機會 張愛明這幾年 類似之前這樣股票賺了多少 這些都是 這貼照辦公室門口 貼照辦公室門口 這是我節目上 每一張都有在節目上講過的 任何一張 這造假來特寫 這造假騙人 根本就沒有這個績效 吹扭的騙人的 投票這吹扭的 任何一張只要造假騙人 張愛明永遠離開營館母 不再上電視 我敢保證這個絕對是真的 都是我操作的 你放心 你也做得到 你絕對做得到 但是你要這個方法 這些可能都是你的 有沒有 這些都應該是你的 大家都應該有 甚至可以賺更多 為什麼 我畢竟帶會員 我只能買五檔股票 我不可能每天衝來衝去 我也不可能一檔股票 給它爆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單壓一檔 沒辦法 因為我帶會員總是要 一定的持股 避開風險 就跟基金一樣 我沒辦法直壓一股 那如果你買對直壓一股 有時候一標兩三倍 都有啊 投資朋友 這樣的機會都存在 我的軟體會員跟我講 他賺兩倍賺三倍 大有人在 投資朋友 這些都應該是你的 大家都應該有 甚至可以賺更多 你說有沒有道理 你想要享受操作樂趣 你可以帶到股神系統回家 要跟著我操作了 沒有時間的 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明天再見 有些事情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 能活下來需要運氣 更需要勇氣 謝謝大家 讓我們有了新家 四年來是不間斷的加油 陪我們一起走出陰影 四年了謝謝大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好好生活 因為有愛的地方就是家鄉 就有力量 重建新居 重建希望 大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市部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